在2021震盪多佗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 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加進投資 上禮拜 整個盤勢 受到中國恒大地產利空 讓股價跌了350點 跌了350點之後 你所看到的是 盤勢連續彈升了三天 兩天就把這根長黑 這根利空吃掉了 所以當昨天又受到中國 節能雙控政策的影響 讓股價跌了325點 而且還跌破上禮拜三的低點 我說還是買點 我說還是買點 除了剛才所探討的技術面的原因 利空打下來買下去會上去 利空打下來會買上去 的一個原因之外 另外第二個原因 我認為這是中國的 節能雙控政策 它宣示的一個意味 相當的一個明顯 也就是說 節能減碳 是全球高峰會議所做的一個決策 那中國 對這樣的一個決策 它一定要付諸行動 所以呢 那還給全球其他各國來觀賞 極權式的國家 當它的一個口令下去的同時 大家感受會比較深了 但是我剛才講過 宣示的味道會比較濃厚 它不可能全面的無限期的 不管是工業用電還是民生用電 都長期的限電 它接下來一定會有配套的措施 你現在等著看 當配套措施實施之後 整個節能的一個雙控政策 對股價的影響就不會那麼深了 所以對於昨天盤是跌了325點 回馬槍 回馬槍一定是洗盤 所以農資有減少11億 所以昨天回馬槍 如果沒有跌破上禮拜三的一個低點 當然是最好不過 那如果跌下來呢 破上禮拜低點呢 我說還是買點 還是買點 那今天盤氏的一個架構 量能縮掉了 而且出現止跌訊號 量縮只要不跌就很強 更何況今天那個台股是開低走高 排中跌了88點 目前漲了124點 一來一往200點 金層量2400多億 昨天是3200多億 量縮能止跌 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對於這樣的盤面的一個架構 利空打下來是不是買點 連三紅嗎 利空打下來是不是買點 今天又開始紅了 今天又上去了 所以對於現在的一個盤面架構 足多的利空 會讓你不知所措 會讓你裹足不前 會讓你覺得這個盤氏 還是那麼不穩定 但是我選給你標的 所以面對盤氏非常難搞的情況之下 他依然會亮燈漲停 這一檔碩核 今天拉出中長紅攻漲停 當時候在9月中 我就已經告訴你這一檔碩核 太陽能的機油股 太陽能這種節能政策 也是我們蔡政府他的一個政見 所以當時候是在低檔區 而且這叫大雙底 我常跟你講一檔股票 左腳沒有買沒有關係 他上去之後一定會打下來 有第二隻腳黃金的買點 只有黃金右腳的買點 所以9月15號碩核 我就告訴過你了 安全的一個底部 是不是 來到928 里巴爾盤回檔 拉出中長紅 碩核是不是很安全 是不是很安全 左邊台股跌了325點嗎 碩核找盤表現不錯 尾盤受到大盤影響 反黑一根長黑打下來 你覺得昨天那個洗盤的動作 碩核是買點還是賣點 什麼是領先消息面佈局 我在佈局碩核 是9月中的一個位置 這大陸的一個節能政策 還沒有公布的同時 你以為卿老師有內心消息喔 我可以直答 習主席那一邊 知道他要所謂實施 節能雙控的一個政策嗎 我沒那麼厲害 但是 基本面分析 量價籌碼形態的結構 會告訴你這檔股票 其實9月中就可以買了 這很低的位置啊 我常常跟同朋友 論述我的一個操作模式 我絕對不會帶會員 胡亂去追高任何一檔股票 絕對不是漲了一大段 我才去湊熱鬧 那個風險很高 你很清楚嗎 我選的標的 通常是底部型態 即將發動的 我就帶你進場啊 所以當時候9月15號 領先市場領先消息面佈局的 一檔太陽能股票碩核 搗電漿之網啊 安全啊 是不是 大盤禮拜二回檔 他開始拉出中昌紅 昨天台股跌了325點 他開高走低嘛 然後呢 洗完盤之後 會不會往上走高 你昨天參加我的一個 新會員行列的 我今天177還告訴你可以買 9.15分數合 大陸前任政策的一個 收費股票啊 空手者新會員180以下買 經過1分鐘16分股價在177 你去對價 180以下保證一定買得到 昨天參加新會員 大概都買在177 176 175 因為我發完訊息之後 你看一下這邊 都在177 176 175 所以一定買得到 現在是常常給你一個承諾 你是會員 你可以每天來跟我對時對價 我發給會員的訊息 保證一定買得到 保證也一定賣得掉 你放心好了 所以昨天作和洗下來 洗下來 還是一檔底部安全型態的個股嗎 所以新會員今天177再買 買來之後呢 亮燈 190 一天可以賺13塊錢 一天可以賺13塊錢 將近10% 是不是 找盤的一個索爾 當然是買點 不是賣點 很精彩的一個操作建議 然後拉出去的 中長紅 真的有夠漂亮 這是大雙底嗎 這不是一個 右腳的一個形態的位置嗎 所以這三天買索爾都對 不是嗎 所以呢 對於這檔股票 是不是安全也有波段 從9月中 到今天早盤 買索爾的 每個都賺錢 對今天買的是賺最少的 因為今天稍微 買稍微比之前高一點點 差不了幾塊錢 但就線論線 他給你的 難道不是一檔 人員政策的概念股票嗎 不管是蔡政府 還是拜登政府 還是因為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中國大陸 節能雙控政策的收費股票 你也可以這樣論述啊 我今天早盤 發給會員的訊息也是如此講 大陸節能政策的收費股票 碩爾是其中一檔 是不是 177再買 180以下買 當作價格在177 保證定增交 買完之後可以亮燈了 所以對目前 消息面的利空 如何去尋找一些 還不錯的基有股 包括收費股票 那當然是當務之急 所以今天包括 豐電的 節能幹的股票 表現也不錯啊 你看一下這檔四季鋼 這個長期下降壓力線突破 今天買是最漂亮 之前被這條線壓了死死的 你去搶任何的一個低點 搶任何一個反彈都錯 因為上去之後會下來 上去之後會下來 什麼時候買最好 技術分析 給你的價值 像這種長線壓力底下個股 這邊都不可以買 除非它突破 除非它往上攻 學過嗎 要會學以自用嗎 所以今天的四季鋼 風電節能的長期下降壓力線突破 一買會亮 等往上走高 來對時對價一下 9點28分的四季鋼 突破下降壓力線 108附近買 28分的股價107.5 你去對時對價 今天早盤108買四季鋼 昨天的一個盤市的論述 我相信你聽得很清楚 昨天跌了325點 跌破上禮拜三的低點嗎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還是買點 絕對是買點 遇到利空 我通常是不喜歡賣股票的 你應該知道 金老師的反市場操作嗎 喜歡在大盤跌個股 回檔測支撐 站在買方嗎 提醒你布局的標的 相對來講 我什麼時候喜歡賣股票 大盤大漲個股往上走高 我最喜歡賣 全體會員 我的口令 一個指令下去 那麼多人一起賣 什麼時候比較好賣 當然是大漲的時候賣 比較好賣 大家容易全身而退 所以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永遠在保護會員 增加會員的報酬率 懂嗎 所以 昨天的尾盤殺下來 今天那個早盤 跌下來都是買點 都是買點 我不曉得我對大盤的分析 有沒有幫助到你一個操作 我常常講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我要分析大盤 我要解大盤 我就是要給你明確的一個策略跟方向 有人在跟你拆 你這兒怕有路 你才知道目的在哪裡 否則 你像無頭的蒼蠅 叩叩叩叩叩叩叩 到頭來受傷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對於昨天盤視的分析 以及今天早盤的動作 你應該要跟得很緊 對不對 9.28萬的四季缸 突破這個下降壓力線 一突破就可以買 而且它風電節能的概念股票 是不是 所以今天那個四季缸 108附近買 28萬發給惠人訊息 28萬的股價107.5 買得到嗎 你自己對時對價嘛 108保證定成交 成交完之後 為什麼走 這邊大概有十幾分鐘 都在108以下 拉高再往上衝高亮燈 有沒有現買現功漲停 有還是沒有 尾盤是拉高嘛 所以買在這個位置 就一個指數概念 高低點 目前是漲79.5 所以高低點大概是160點了 是不是 低點 要會買吧 難道我是事後放炮嗎 昨天的分析 你應該聽得很清楚啊 所以包括這檔 尚未投控 一樣是風電節能概念股票 這要什麼 這要大雙底啊 今天又突破啊 突破什麼 緊欠啊 我說過 左腳沒有買沒有關係 跟索爾一樣嘛 索爾也是大雙底啊 左腳沒有買沒有關係 上去之後他會下來讓你買 是不是 尚未投控也是一樣啊 左腳沒有買沒關係 啊下來呢 右腳突破警線 這是一個漂亮黃金 右腳買點 9.54分的尚未 風電節能概念股票 大雙底型態 96.5以下買 50分股價在95.8 你去對是對價 95.8買尚未投控 是不是 我們給尚未訊息裡面 有基本面的分析 有技術型態的分析 價位很明確保證你買得到 保證也一定賣得掉 所以今天尚未買了之後 兩燈 100.5 所以這盤 利空是找買點還是找賣點 從上禮拜 所謂的一個 中國恆大的一個金融風暴的危機 大家下了鑰匙 當天盤中是跌了 400多點了 尾盤是跌350點嘛 這一天你敢不敢買股票 你有買的有沒有上去 昨天殺下來 以及今天早盤低點 你敢不敢買 就在上個禮拜而已 利空打下來買點 你有買有上去 這次又有利空打下來 是不是買點 是不是買點 你認同的 你接受的 你昨天有參加我行列的 有沒有幫你賺漲停 有還是沒有 這一檔以勝 電動車的概領股票 一樣是節能的概領股票 是不是 以勝 量縮是一個主體型態 那出量就供了 就會往上走高 所以他現在的模式 量縮整理要會買 出量就會往上供 是不是 所以當前兩天回檔量縮 我說補量就會再供了 看好 昨天他不是漲 他是跌 連跌兩天 我說補量會再供 今天禮拜四 當然會往上走高 以勝當然還有高點 還會再漲 方向往上走高 還沒有走完 我是不會隨便做出頭的動作 因為 鴻海他已經付諸行動了 他已經有第一代的電動車MIH 所以他不是畫大餅 很多公司企業 在分享他未來基本面架構 通常是用吹牛型態 告訴你 有什麼樣願景 告訴你 他們未來會產生多少的一個報酬率 跟業績出來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一個作品 跟產品主軸 但是 鴻海 第一代電動車你看到了嗎 相關概念股票就是以勝 這不是第一檔嗎 大漲小圍大漲小圍大漲小圍嗎 就是這樣走而已 所以大家 在目前的一個台股的現況 不要怕利空 當利空出來同時 你覺得害怕 你不知所措 希望你跟上欽老師的一個腳步 謝謝大家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這兩天 貨櫃三雄的股價的表現 是產生絕對的抗電性 我說至少目前 他們呈現的是一個底部型態 有機會往上走高的技術層面的分析 對於這三檔股票的基本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多加論述 支持我 看好這三檔股票的一個技術 原因 理由在於 他們那個週KD黃金交叉 不管萬海 長榮 陽明都是如此 當股價週限出現黃金的一個交叉 它會有像樣的反彈破洞 所以這檔股票萬海 大家很清楚嗎 從7月份告訴你 不可以碰要賣 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可以買 從353跌到196 跌了160塊錢 我才告訴你可以去搶反彈 當時候最低196破底 破底我才告訴你可以買 你有沒有見識到 什麼是反市場的操作 之前我一張都不碰 直到它破底196 我說可以搶反彈 是不是 9月22號上禮拜三 台股盤中跌了400多點 至少沒有破底 萬海202 昨天 更正一下禮拜二 又殺下來了 201還是沒有破底 196還撐得很好 所以當昨天回檔了325點的台股 它相對抗跌 那今天萬海呢 今天萬海呢 好像是拉回盤了 是不是 萬海拉回盤了 長榮呢 陽明呢 這兩天都表現出 還蠻相對的抗跌性 這昨天分析啊 昨天它股價回檔修正 大家都平靡錯 那今天呢 今天尾盤拉高 你看好還是看好 什麼是有價值的分析 什麼是真的領先市場 買在相對低檔 我不曉得 同樣你知不知道各種一個道理 對目前行情 你不要搖擺不定 你如果搖擺不定 你就是跌的時候賣股票 漲的時候亂追股票啊 你不會賺錢 你不會賺錢啊 買對趨勢性強勢的基於股 事情好是可以帶給你的本事 你看一下這檔建設 上禮拜四啊 台股不是開始下沙嗎 建設啊 型態突破313 附近買嘛 10.09分啊 當中在313嘛 買在這個位置 買在這個位置 一樣是黃金右腳 這很簡單的技術型態嘛 左腳 左腳沒有買沒關係嘛 右腳耶 黃金右腳買點啊 上禮拜四 9月23號啊 買313收盤318吧 是不是很精彩 接下來呢 禮拜二 台股壓回 建設332 昨天台股 跌了325點嘛 他還來到345 尾盤受到大盤影響 壓回嘛 那昨天 需要 需要賣嗎 我說過 如果 我不太喜歡在大盤回檔修正 重挫的同時 告訴你隨便賣股票 因為你可能會賣在一個相對低點 我的操作 跌的時候 買進強勢的 直優的基優股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 但是很多投票都做不到 下的時候都走平靡走 都不知道走那一堆買起來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建設很漂亮 350創下歷史新高 是不是 收盤350.5 是不是 就是創下歷史新高 是不是很漂亮 嗯 這樣子 一個禮拜三十幾塊錢的利潤 買個十張 也有三十幾萬的利潤 所以這個盤 主流在哪裡 相信我可以投入秒的分析 相當的明確啊 電子股之外 貨櫃三雄 以及今天的散裝航運 今天域名有亮燈耶 今天星星也有亮燈耶 散裝航運的 這都底部型態剛發動的 嗯 今天當然是買點 這檔世界先進 當時候他回檔來到134 我說他很強啊 對不對 漲多小回檔缺口叫支撐啊 營收率新高啊 134是買點 漲到173 漲了34%了 創新高了去追嗎 這是賣點 如何低檔買134 如何高檔減碼的173 慶隆老師的操作 有進有出 你應該感同身受 高點幫你踩煞車啦 這非常有價值嘛 173追嗎 他最高是漲到177啊 有沒有 這邊你去買的 你就會套啊 何不等到 這兩天落底了 長紅吞噬攻擊了 差了30幾塊錢了 再去做低接的動作呢 第一波段34% 等回檔修正 出現止跌訊號 下去做承接 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完美嗎 就如同這檔M31 你自己看清楚 第一階段的操作 當天大環跌白點 短底剛突破了M31 賺了股本嘛 籌碼很穩定啊 所以要買啊 343漲到421啊 我們賺了78塊錢嘛 追嗎 我賣 我先賣一趟 400億以上獲利賣出嘛 第一趟的操作有78 親愛同妙 沒有賣最高 後來還有衝高嘛 所以有時候 我賣掉的股票 你常常會看到一個現象 它不見了馬上會回檔 對不對 包括偽權店嘛 我是不是在這一天告訴你 不追要接嗎 前兩天還紅K棒啊 今天還創高啊 如果你不賣 今天不是尾盤就掉下來了嗎 所以相對高點我會帶你賣 那絕對高點呢 不會是我賣的 絕對高點不會是我賣的啊 對最高點你看到的同時 你知道要賣嗎 通常不會啊 通常稍微回一下 相對高點會做拔檔嘛 所以我賣掉的股票 有時候都不見了 會馬上掉下來 還往上衝高耶 那昨天呢 跌到365了 差了560塊錢呢 輕鬆準備 什麼是預告 有沒有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你看我節目 如此的過癮 那接下來明天的動作 你還不想跟嗎 你還不想跟嗎 你不想跟 今天的中長紅你就賺不到 今天M3V打到366啊 叫低檔止疊訊號啊 我印字卡的時候 他才小紅啊 379.5啊 結果 你看一下 現在他的走勢 叫做中長紅 收盤是390啊 找盤你有買的 不是拉出去的嗎 不是賺23塊錢嗎 你自己看清楚 我盤中印字卡 379.5啊 收盤已經390了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希望接下來動作 你每一檔每一趟 都要好好的跟 比如說 預創也是一樣 高點是我帶你賣的 昨天跌 跌啊 來到資深 我們告訴你又是買點 是不是 昨天回黨懂得低階的 今天當然會拉出一根紅街棒啊 尾盤是不是收在一個相對高點 如何產生一個致富的效果 如何將你的資金極大化 需要親老師幫助的地方 不要客氣 踏出你的成功第一步 親老師會讓你一視成主顧 從明天開始 我們可以一起來對時對價 迎接未來行情 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呼呼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賺得到也賺得到